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雅姐 我来了 哈喽 我带了一些我家种的果子过来 我种的黄瓜 葡萄 还有柠檬 给你夏天节节可 这都是在我的后花园 他们长得非常的漂亮 好有才华的男生 不 才华的天爱 那我们要不要去打个果汁 好吗 好呀 要不要立刻把它干掉 既然那么新鲜的话 不好意思 把你们干掉了 哇塞 国民老公要为我们制作一下夏天的清凉饮料 对不对 水果 苏打水 怎么听起来一点都不难呢 这个叫讲究刀工和技巧 是吗 对 包括说仪力 老公 你爱我吗 我爱你 哈哈哈 雅姐是一言不合就动刀子 这个有点吓人 你开始 你开始 我们边做边聊 现在做的第一杯呢就是 青蹄加黄瓜和苏打水 那个太子妃就印象太深刻了 就是你刚一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 就觉得哇 这牛很正呢 那葡萄呢我们就要切成这样 绿瓣 我觉得现在有一些饮料呢就是会看到像这种 把一些那种蔬菜放到水里给人喝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台独 黄瓜可以补水 然后还可以减肥 健康这样喝 好 现在需要一杯冰 嗯 加一些漂亮的青蹄 我特别喜欢这种颜色 感觉很清爽 黄瓜为什么要切这么大的块 因为它能 多泡一会儿 你不搭点红色的东西吗 没有 这一杯是纯素的 加一些薄荷叶 好了 你要喂我吗 你先喝一口再喂我吗 谢谢 谢谢 怎么样 很清爽 淡淡的甜 对因为我没有想到小黄瓜切的厚厚的 真的很容易释放它的味道 好喝啊 你要给它取一个名字叫什么 夏日缤纷苏兰水 夏日缤纷 它是有绿色啊 缤纷 所以我们要再做第二杯 哦 好 夏日缤纷清凉水汁第二杯 那你平常最喜欢吃什么呀 我喜欢吃西瓜 西瓜解暑的 他们不是说现在女生就是 减肥的方式 是你平常是尽量去控制自己的饮食 可是有一顿呢 就是吃你想吃的 说那一顿叫做欺骗餐呢 偶尔有一两对让自己释放一下 不然的话人生 如果真的想吃的话 要满足自己的胃 他想让他帮你工作的时候 他才能好好地帮你工作 感觉你平常跟你的胃是好朋友 都跟他们聊天的 真的吗 对 像心脏呀 或者是我的肢体呀 我经常跟他们聊天 哦 所以给你们辛苦了这个月 其实柠檬啊 大家都会 会抛弃这个柠檬的皮 但是其实柠檬皮上面有很多维生素 嗯 我会少窃取一些柠檬皮 而且它可以去火 我觉得你刚刚那个大圆形还蛮好笑的 你还是 你在干嘛带起来啊 这是我的第二堂啊 这一杯差不多完成了 很有初恋的感觉 那我们就干一下 然后去那边坐着聊呗 好 谢谢天爱为我们做的 谢谢 这么可爱的饮料 一个柠檬 来一个单销柠檬 谢谢你给我们做了这么特别的饮料 小赵有没有很高兴拿到这个柠檬卷啊 真的好开心啊 要不要尝一口 而且我想知道这个柠檬销到一半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导演 导演说咖 哈哈哈哈 你今天看到天爱有没有觉得很正 很正很正 就是有点让我 近距离不敢对视的那种感觉 就感觉看他一眼 然后如果他对视的话 那种被抓住的感觉 但是你很妙为你的代表作 应该就是太子妃吗 对太子妃生之计 但那个角色是很很man的 可能我是一个代入感比较强的一个演员 我在演那部戏的时候 之前做了很多去模仿男人的功课 因为我也是刚刚跟王大璐拍完交珠传 那他很可爱很嗲嗲的每天 然后把我都给带跑了 普通话有台湾腔是不是 有有有 你就是一个容易被环境影响的人 容易很容易 而且他是天蝎座的 我想知道模仿男人都干什么呢 就是跟妹子在一起陪妹子逛街 花钱看电影不说话抛钱 这男人太惨了 这是逛街 你不是这样的吗 男人在逛街的时候 应该只能看见沙发的位置 对 我们今日和一家地 哇沙发 那就是你的宝座是不是 对 其实天蝎座是对自己要求很高的耶 超级严对自己 然后那时候我看太子妃 我本身也是戏迷啊 所以张蓬蓬你好 你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那个张蓬蓬的样子耶 你好 你好 恭喜 拿起来 因为我们在那个太子妃看到你的演说是很自然的 所以刚刚我们私底下不是有聊天吗 你就说在拍太子妃的时候 其实你把自己折磨的挺惨的 挺惨的 因为太子妃本身她是真正的 跟我现实冲锋中的自己很像 但我在爸爸妈妈心中不是这样的 你在爸爸妈妈心目中是怎么样的 是比较听话 所以在拿到太子妃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想 我终于有机会翻身了 所以你爸妈是管你很严吗 特别严 我现在回忆起来 我能够很顺利的表演 是因为太子妃的时候 她们没有来探班和陪祖 没有来看我 那她们看到太子妃的反应是什么 我妈就每天在家 每看完一集给我打电话笑半个小时 所以她们也很开心 很开心 一开始是你自己坚持要接这个角色的吗 对 你是看了这个剧本自己很爱是不是 我刚刚看前十集的时候是不想的 为什么 因为我想不到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风 而且很大胆 对 前十集又觉得不靠谱 有那种想法 抓不准 抓不准 以往选角色会想说 这个人物像谁 朝哪一个方向去走 当然太子妃我找不到 我就给姬姬打电话 我说 玩大了 这个本子玩大了 就是你接着看 后来把剧本看完之后 我就马上给她打电话 我说真的能定我吗 我就怂了 就是因为喜欢上这个角色了 刚开始还说 不行 太不靠谱了 什么 别别 就是全都是推 她说你看你看看 她追着我 然后看完那拳击之后 导演真的能定我吗 哈哈哈 就马上 反正说 下个月有时间吗 那个来这边试个戏 换导演来 对 马俏 在太子妃之前 公司或者是你的爸妈 可能甚至你自己 给自己的定位都是 要走比较乖的路线 优雅的女生 可是你心中有那个叛逆的点 所以透过太子妃这个角色 就发挥到了一个极致 特别过瘾 那你太子妃之后 你的那个目标 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但我还是希望 接一些能够让我很爽的角色 很享受 工作嘛 工作有压力 但如果你很享受 这个工作的话 就没有那么有压力 但我知道 就是太子妃之后 你又接了一些不同的戏 然后最近在网络上播的是一个什么 陈白露的什么朋友啊 我的朋友陈白露小姐 然后在里头你的角色 就跟太子妃的反差挺大的耶 你看了 都看了一些 就是是比较 就真的很女耶 很娘 对啊 很娘 很娘 说真的 我有一点没有办法 接受的 对对对对 会有点跳戏 因为对之前的那个张蓬蓬 实在印象太深刻 所以你们原谅我 让我多尝试尝试 嗯 我玩够了 彭哥就回来了 他经常会在微博上 就是说怎么样 老公间穿的好不好看啊 对 什么的 你的粉丝就是你的 你的老婆们 我在家的时候就挺逗 我现在想一想 有一些动作是挺张蓬蓬的 我我个人那个 因为我妈 从小对我的陪伴很少 她很喜欢照顾我 就每次抓到我 看到我的时候都恨不得 我在睡觉 把我拍起来 妈给你买了葡萄 吃了再接着做梦 就要塞到嘴里 每次一过来我就 踹她 离我远一点 哎呀 我说你走开 你走开 我说我是国民老公 我不要喂 哈哈 现在还会啊 对 小时候 我和妈妈生活在一起 她 她对我的印象 是我小时候的样子 就是小孩 永远在父母心中 就是小孩 啊 所以现在妈妈 还是一样会喂你 还是会想 走开 特别嫌烦 是吧 别啰嗦 就从摸我手 从这儿滑到这儿的时候 我鸡皮疙瘩 已经穿到这儿了 哈哈哈哈 好 就让你感觉 是个怎么样的合作的对象 她很爱请客 全组一起吃火锅 王大陆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 一个男生 心隔渐渐的 我们在拍得很累的时候 月月就要起来 讲一个半小时的段子 很惬意的 还有这部电影 有岳云鹏老师 这真的是一个超人组合 那如果让你选男朋友 你会选超哥 还是会选王大陆 我听说接下来 你还要有很多的作品 会跟大家见面 其中有一个我非常期待 就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对 这部作品在9月30号 9月30号 9月30号 全国上线 你在里头演什么角色 我在里边饰演的角色 叫妖姬 就是像江湖里的那个妖姬的角色 她是一个特别坚强 然后很倔强的一个女生 用她的真诚去打动了一些 对生活已经失去信心 这样的一些人群 然后她用她自己的真诚和善良 然后去把这些人感化 我知道她是很多的 这个不同的小故事组成的 你大部分都是跟谁对到戏 我跟超哥的戏比较多 超哥就是让你感觉 是一个怎么样的合作的对象 她是一个很专业的演员 我比较欣赏的是 她能够为一个角色就 如果这个角色是忧郁的 她一整部戏都不说话 她是完全进入到角色里的那个人 包括她私底下跟你聊天的时候 都 你都看到她很颓 比如今天她的其实她被朋友甩了 女朋友甩了 然后她这一天都很颓 完全在状态里特别棒 我们拍这部戏挺辛苦的 我知道她也有很大的高原反应 但是她唯一一个人 她是唯一一个要挺在那的 那你们其他的人怎么办 我们累的时候就把她先出去 哥你先来不行了 真的是这样啊 就超哥说我来我来 她就 帮我们去 扛时间 然后她演的差不多了 说你休息好了吗 然后再来陪我 但我因为我要演的时候 她还要陪我再演一遍 然后特别感动 很好欸 何德何能啊 我相信也是因为你是一个 好的女生好的演员 不然她后腿 但是高原反应 如果严重起来的话 还会什么肥 不惜困难 还有肥水肿 对肥水肿啊什么的 对 你们没有那样的情况发生吧 我是差一点 对 因为我是在另外一部戏 和全世界两边一起拍 就很累 我在去全世界之前 在另外一个剧组 拍了一场淋雨的 一夜泡在水里的戏 就有点感冒了 嗯 然后感冒是不能说要高原的 但是我们就大意了 到了高原之后 就高反反严重 一会儿就是大家陪着我 就 反正一部戏 如果是一个小时完成的话 我去了就六个小时 那很严重欸 对 然后你还是得要拍 嗯 因为场景太美了 我们有想过放弃 但后来还是坚持 因为很不容易觉得 所以你是有那个坚韧的特质啊 我也是对戏上面 是不能麻婆的 那超哥他平常就是不拍戏的时候 也不忧郁的时候 嗯 他是一个怎么样 就是会在剧组里头 他很爱请客 很爱请客 对他给大家把那个 当地重庆很有名的火锅 给老板打电话 然后搬到剧组来 全组一起吃火锅 吃那种串串香 算的 好好哦 对 而且我印象很深的是 我有一场戏 要他配合我来演 他做我的背景吃面条 嗯 然后我那天又很累 在想演到极致 嗯 他吃了14碗 哇 又吐吗 就差拍他一下了 超哥吃了14碗面条 辣的那个小面很辣 我后来才知道他不能吃辣椒 辣的那个嘴啊 在后面拍摄的时候 起了一个大的那个 他们大概都忘记了说 超哥为什么起了一个大的 他以为自己 一个大窗是吧 对 上回窗 当时感动的真的是痛哭流涕 我觉得这个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路过 嗯 这部戏让大家现在感觉 就是非常的期待 对 我看这个剧本的时候 哭了四次 看了四次 哭了四次 而且我是在另外一个剧组 拍另外一部戏的时候 在洗手间的时候 看了剧本 你这样好吗 人在帆帮心在汗 对 而且我哭到 不行了 给我的经纪人消消打电话 说喂 胖肖 胖肖 我说 我这个本子好好看啊 我要演 嗯 就是 而且那个点 其实我哭的那个点 可能在这个本子里 真的不是重点 就是这个本子到底在讲什么 就会很难说 但这就很好看 然后刚刚你说 跟王大陆合作的是 嗯 是一部魔幻题材的电影 叫《焦猪传》 在明年暑假和大家上映 那跟王大陆 你刚好一个哥哥 一个弟弟 对 一个哥哥 一个弟弟 那王大陆这个弟弟 你怎么 你会怎么样去形容他 王大陆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 一个男生 特别阳光的那种 特别阳光 性格渐渐的 对 我在另外一个剧组的时候 就会比较慢一些 因为他的角色是很油的 每天都要跟你闹啊 开玩笑 就是他们一脚 就一脚给他踢开 嗯 要不就是一掌 把他护到墙那边 就 嗯 一顿走 一顿打 那如果让你选男朋友 你会选超哥还是会选 王大陆 我当然希望是一个结合体 你太贪心了吧 就所有人的 所有人的优点 都结合到那个人身上 就是超哥的体贴 照顾 嗯 是一个好爸爸 好爸爸 对 那王大陆的 王大陆 哎 大陆是一个 没有任何 偶像包袱的那样的一个男孩 大大咧咧的 是吗 嗯 一般一般就是男生 可能 刚出道 然后红的时候 会有偶像包袱 对 我也是看他的那个作品 以为是一个很偶像包袱的人 但是其实并没有 没有 所以你 你喜欢王大陆的 没有包袱 对对比较轻松 都是挺欣赏他们的 而且据我们调查 你竟然还跟都敏俱熙合作过 好像好几年 好多年前吧 好几年 就我最胖的那一会儿 嗯 一百二十多年那一会儿 所以我视频为证 我不能说谎的 一定很可爱 圆圆的很可爱 然后那时候他应该也很年轻吧 他那会儿也是实习生 那他那时候有婴儿肥吗 没有 其实他那会儿是挺瘦的 那你那时候看到那个都敏俊的时候 我觉得 哎这个韩国男生蛮帅的吗 因为当时年龄小 可能没有太多觉得有光环 有很多巨星的风采在他的身上 嗯 但是很帅 很有活力 让我对韩国男生的第一印象 就变得特别的好 对 也不是那种 娇滴滴滴的小孩 我们有一场戏是从山上跑下来 就是要来回来回跑好多遍 他好像心脏不是很好 啊对 对吧 嗯 然后就自己的 跑的嘴都紫了 然后他要求再重来重来 没事 对 然后导演就说说他很认真 说他以后一定能出面 哦 果然 嗯 我们还是可以再来看一下这个电影 因为这个电影里头有好多的演员 这真的是一个超人组合 所以刚刚讲到有你 然后邓超 百合姐 然后 胡娟 嗯 还有柳妍 柳妍 美丽的柳妍 还有 岳云鹏老师 岳云鹏老师 为什么 因为他是我们相声艺术的代表 是吗 对对对 像我们就本来很惬意 还有这部电影有 岳云鹏老师 的参与演出 那你有没有跟岳岳学那个五环之歌 没有哎 你有跟他有交流互动吗 有有有 小岳岳 小岳岳 因为岳岳 是在现场的一个调味剂 我们在拍得很累的时候 大家都不想说话的时候 岳岳就要起来 讲一个半小时的段子 一个半小时 45分钟到一个半小时 因为讲到就是 都口渴 他真的是非常热爱相声这门艺术的 对 所以真的是 只要我们喜欢听 他就会讲的特别乐 这就是小岳岳特别可爱的地方 这部电影呢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其实是一个很著名的一本小说改编的 你会不会记得 就是你在演这个电影的时候 有哪一个京剧或是台词 是特别达到你的 可以跟我们分享 所以你就觉得 对我是很有感觉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如山间清爽的风 如古城温暖的阳光 就是它是很美好很美好 最后呢 然后落到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因为你说它触动到你嘛 那它触动到你 会不会让你联想到某一个人 我会联想到我的亲情和家人 我会觉得 家里 家人是我的一切 就是我会回顾已故的家人 然后会觉得 如果还有来生的话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是谁呢 可能是我外婆 外婆一定很疼你吧 对 所以外婆有没有什么样 就是你跟她之间的回忆 会让你就特别难忘 我外婆外公 都对我有好多回忆 因为我爸妈妈忙 我从小是他们两个带大的 然后我外婆 她在床上不能动 我从小就是跟她 在她的床上长大的 到我会走路的一个过程 到我 那她怎么照顾你呢 如果她在床上不难动 她陪我玩 玩就是那个滚电池的游戏 就是我们弄一个平板的桌子 在那个床上 我滚给她的滚给我 好幼稚 我好喜欢玩 就一遍一遍的 就她在这边接 滚过来滚过去滚过来滚过去 而且她 她喜欢看二人传 然后我想看动画片 我就只能给她唱二人传 唱完了就让我看动画片 可以跟小赵比比腿吗 小的我比得过她的吗 哇 不会这么巧吧 你箱子后面有一个化妆包吗 太子妃妆最重要的就是眉型 老公如果我没有拍错的话 你是在画一张脸对吧 就是想画一个侧脸 怎么画得这么大呀 老公你在做这个脸的时候 你心目中想的是谁啊 我以为你只爱我一人 今天一直跟她聊 我就感觉很有那个双面性 就一回感受到张蓬蓬 然后一回又变成一个很小女生的小女生 那接下来我们真的要让你更小女生 我们要来做蛋糕 我们来看看 既这样的作品之后 会有怎么样精彩的蛋糕出现 世目以待 蛋糕 哇 我现在非常的期待 因为看到你切水果之后 我真的很想要看你会如何 以你的风格来装饰这个蛋糕 那老公我可以来家里做客吗 等电话下个星期三 这个星期三千不要来敲门 我以为你只爱我一人 哈哈哈 你会伤心的 老公你帮人家做一个蛋糕吗 好不好 好 哇老公你好像在写毛笔字哦 哎 哎老公那一条好像有点搞烂了的感觉 这个是千丝万缕 老公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是在画一张脸对吧 好的 其实想画一个侧脸怎么画的这么大呀 侧脸 老公你在做这一个脸的时候 你心目中想的是谁呀 你 我就知道 i love you 各位老婆们是不是非常的羡慕嫉妒我呀 这个就是天爱做的我 哇 你会想要尝一口吗 想 好我们来切我的脸 他这么瘦应该不太爱吃甜的吧 嗯吃的比较少 哦谢谢谢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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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都是你的 那 老公人家蛋糕糕 蛋糕糕 蛋糕糕 蛋糕糕呢 老公给你 我还一勺真美的 好 啊 我的额头痛痛 额头痛痛 老公愿意喂我 啊 嗯 好好吃啊 好像大眼的那种感觉 哈哈哈哈 雅姐你刚才这个勺子就是他喂完我 我吃过的那个勺子 不是不是不是 哈哈哈那我用你的勺 间接的就是等于 完了我真的被他电到哎 那个张蓬蓬一来就有一种哇靠好帅哦 你再看我 你不用推我都自己先倒了 哈哈 蓬蓬 你还给我哎你不要你穿短裙不要这样 我们这个是一个老时候贴宜的节目 哈哈哈哈 我一个人涂了脸蛋有点没劲要让你开心到爆 老公对我都已经被你电到了 你要对我做什么都行来除我啊除我 哈哈哈哈哈哈哈不想吐小招好啊 想吐我啊对现在很流行的就是 染成染白发 这种奶油在头发上最难洗的 啊对你超狠的 哈哈奶油在头发上最难洗的 这种哇这种 奶奶灰是吗 要氧气是 我平时是很喜欢就是造型 时尚 对 真的是有上色 美吗 就是我觉得你今天晚上一边洗澡 一边会很恨张天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很好看 一会再画一个美美的太子妃妆 OK 啊好 所以可能再更早一点 如果张蓬蓬这个角色让你来演的话 你都不一定可以掌握的像 不一定 因为张蓬蓬这个角色 前十集的话可能我可以 我随时来都可以 但是后十集的话它是一个证据 它是回归到一个三角爱情这样的一个 一个战争 就爱情战争戏 就是要有精力 我以前在拍戏的时候 饰演不了很多角色 我觉得是跟年龄还有阅历有关 和成长有关 就像大家说金秀贤的那会儿 我拍的那个短片 那会儿还没有谈过恋爱 就要去演一个男朋友已经离开 死去的那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 你真的全是不了 我都给自己打一个很大的弄 我就觉得 哎 真的是零表演的一个节奏 但没有那个时候就没有现在啊 对 比如说要多在生活中 多去适应这个社会 然后多去一个人的去闯这个世界 我觉得我 我变得比以前更稳了 然后更知道生活是什么 那从那个戏那个角色 让你开始尝到就爆红的滋味 就是很多很多人认识你 然后到现在 你自己在内心的这个活动当中 你觉得最大的学习是什么 学习就是让我很明白一个道理 演员就是要把戏演好 演好戏 你才能拥有你想要的一切 我不会像以前那样 没有方向去做很多很多事情了 我会专注拍戏 毕竟刚算是正式出道的话 有半年时间 作品还是少 所以如果有真人秀找你的话 你也会 看缘分 看缘分 但是近两年我还是想好好拍戏 可是我觉得你在那个时尚 时尚还有在你的打扮上 你还是很下功夫的 因为喜欢呀 那个是我的个人爱好 你拍那个男人妆 那么性感的照片的时候 会不会想要 就是需要有一个说服自己的过程 还是其实也不会 因为之前的话 是有跟他们对服装 我都会尽量选择一些 不是很暴露的 就是他的性感的点 可能我全示出来的性感是 有时候有运动的性感 强悍有强悍的性感 但是并不是肉体的性感 有好多种 我会用自己的表达方式 去传递性感这两个字 但是在服装选择上 会有一定的要求 偷试装我不能穿 或者是穿的白T恤 把它泼湿 那样也不可以 对 我觉得那样 我个人有点接受不了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在看我 因为我觉得拍戏和拍照 还是两个概念 如果说为了艺术创作 我在一个电影也好 电视剧也好 过程中 他需要演员 去做一件很疯狂的事情的话 剧情合理 我会去做 我自己都会被这样的剧情里吸引 但是单纯说拍照工作的话 可能是做不到 听说你非常以你 那个身材的比例为骄傲 对吧 没有 那个小腿老长了 我从膝盖看到你的脚踝 要花我一会儿的时间 从脖子一下就开岔了 你不是有一次 是不是跟一群模特儿站在一起 然后拍了照 有一张照片 对 对 然后结果你的腿 还要比比你高的模特儿要长 对 我们腿差不多 但是我上身太短了 上身太短 我也希望我有上身太短的 这样的一个苦恼好吗 可以跟小赵比比腿吗 跟我 他我比得过他的吗 对你一米八嘛对不对 一米八吗 八四 哇你这个腿要比他短你真的就是 哈 你不要再回东北了你 但是我穿高跟鞋了 啊对对对 腰是从哪儿 我怎么 这个骨头嘛 那我看谁的纸了 对呀 那我们找姚明的纸带 就是每个人都三纸吧 好来 个高的女孩子腿都很长 但是他一米一米你刚才说一米六五 六五 真的感觉好像不止吧 五 六 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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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江湖传闻的天龙八指 八指 所以你这是黄金比例 上身短上身短 好黄金哦 来请坐 我姐姐她们都一米七多 我怀疑我是身高出了问题 你这样挺好的 因为如果个子太高的话 跟你搭对手系的男演员也会比较辛苦 对 对不对 所以天生就吃这行饭的 是吧 那你自己平常私底下的打扮 你是喜欢什么打扮 我愿意会画一下 是吧 简单一点的 简单一点的 我穿着 我穿衣服的颜色比较素 那你有没有在家里玩过 就是在你的眼皮上再画一个眼睛 玩过 刚才你我们讲的一切 我们都可以把它付诸在小召的脸上 不会这么巧吧 你箱子后面有一个化妆包吗 哎 该不会这么巧吧 对 对 为了体现我的男士风度 我还特意准备了一点 东西啊 那什么东西啊 这是我没穿过的衣服啊 就是可能你在化妆的时候 先拿着化妆 可能会走光 谢谢 作为一个 给我就好 对呀 谁说你要帮他盖的 这一段我是好不容易出镜的 要盖也是我盖 这是老婆的活好吗 老公 让我为你服务 来 请自我老公 好的 把腿包好 有一种太子妃登机了的感觉 太子妃12集的时候 要演我登机的戏 因为剧组太前 把大场面取消了 让我用语言来说我登机了 有有有 我们有听说过这件事 对 现在就让我真正的演了一把登机 所以我现在就被画了 对啊 不温暖 连眉吗 连眉 可以啊 你记性发挥 太子妃妆最重要的就是眉形 给我修成吴彦祖那种 有一些深色的腮红 修饰下圈骨 修成吴彦祖那可能要动刀了 那可能明年才能下期再见了 你需要恢复 好 好了 你也只能美到这个程度了 美了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平淡 因为现场再美也没有你美 所以我们还不如把特色画出来 请坐 我其实特别替那个天爱开心 因为我觉得对你来说 现在才是你事业丰厚果实的开始 你接下来有没有最想要跟哪一位演员合作 可以今天在大台驾到的时候对他放话一下 都还挺想合作的 我是要看剧本 比如剧本里这个角色是很适合这个人 就好希望能把他请过来一起演戏 那就像你一开始说的 就是你的个性是非常有目标性的 那你下一个你想要完成的目标是什么 下一部戏 但现在好像还没有官宣 还在筹备阶段 那你接下来推出的那个作品 是不是每一个戏的角色都不太一样啊 会不会有像张蓬蓬那样的角色 有 那我最后想要问你 其实在国内现在娱乐圈的竞争是特别大的 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优势 其实是跟别人不同的 我觉得其实我没有想到竞争 因为我比较享受当下的工作 我是觉得如果能参与到其中 做国内影视圈里边的一名知名演员 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我每次和一些很优秀的演员一起合作的时候 其实还一样很兴奋 就没有说因为我现在作品还挺受欢迎的 我就很火 没有那种感受 我见到我喜欢的明星艺人的时候 我内心依然有一种 这是他吗 他就是电视里的 是谁吗 其实也会有那样的一个感觉 谢谢天爱 我们期待你的作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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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